刚刚铁峰老师告诉我们 排毒周的最后一天 要讲的是血液中的毒素 关于血液与我们的身体 我有这样的一个比喻 您听听对不对 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吧 就好像是一辆汽车 血液呢就算这个92号的汽油 92号 这车没了油 你怎么跑它都跑不起来 那对 同理呢 如果是这个汽油里进了什么 杂质 是吧 比方说你进水了 它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要不烧肝吗 这个比喻特别恰当 老师就是除了您二位 刚才提到的这个血脂啊血压啊 还有什么其他表现吗 其实很多很多 我刚才只是简单说一下 那个首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 人只要是吃东西 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血液里 留下痕迹 这个痕迹好的东西 我们叫营养 水谷精微 送入我们各个脏火 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 那么不好的东西就是垃圾 这垃圾就是血毒 这是前提 那么血毒在人体内只要堆积 只要没有及时排除体外 只要超过了我们承受的限度 过线了 就会留下你说的这些记号 这个记号 比如说记忆力差 有的人年纪不大 他什么事他都记不住 我们环境叫什么叫善忘 中医的理论叫善忘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血液循环也是好的 虽然有点障碍 但毕竟没毒死 因为血液的毒太多 导致血不养心 其实这也是循环障碍的一个表现 它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 因为毒太多 那么它不能够保证人体机能正常运转 所以这人才会善忘 这年纪大了 总也记不住事 跟这件事情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是一个表现 还有 比如说有些人 可能年纪越大 越容易出现什么呢 斑 这就身体里血毒特别重的表现 你说有什么表现 血毒特别重的人 那皮肤看起来不干净 它一定会有东西 这个东西是以各种各样形式表现的 斑是大家能看见的 黑眼圈 黑眼圈 有的孩子很年轻 但是你看那眼睛周围就是黑的 是 怎么休息它都补不回来 而且你要离近了它 全是一个个小黑点 这是又一种表现了吧 再有老年人 还是老年人 咱们总拿老年人说事 人老了之后 你看那个皮肤啊 干 越岁数大 干得越严重 这个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人上了年纪之后啊 健康状态怎么样 其实看皮肤看气色能看出来 咱们这里正光老师岁数最大 比我还大了 七八岁 你看脸人皮肤多好 夸我的 夸你 脸脸没有有红色白呢 我现在气色很好 美容院里 总是要提倡给他的顾客干嘛 补水 对吧 女人最讲究这个 是 湖水 其实像我们您是演员出身 对吧 卸完妆了之后 你的化妆师可能也会告诉你补水 对 他也让我贴过那面膜 我呼上喘不上气来 我就不用了 不喜欢 就补水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的皮肤里的水分少了 它需要给你往上补 但是你想一想你身体里水分为什么会少啊 对吧 对 水哪去了 水是因为循环的不好流失过多 就像稻田地 对不对 它的水都被土壤或者其他的风沙带走了 带走了 它是由于毒素的原因 所以我们只有啊 让这个血循环变得非常非常好 这才叫水土保护的才良好 这样人的皮肤才不会干 这个我明白 好像明白这个道理了啊 这就好比是一盆花 是吧 你得把水浇在根上 你天天往叶子上浇 我把叶子就浇烂了 这就适得其反 郑华老师理解非常透彻啊 这个40岁以后 这人到40岁啊 一定要注意这么一点 你排毒的重点 一定要关注血液 对往血液上转移 大家记住了啊 观众朋友 关于血液毒素 您理解了吗 铁方老师刚刚也提醒了 40岁往后的人群 就是要把排毒重点向血液上转移 同时呢 为了让大家更详细的了解血毒 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一份自测表 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就可以获得 在表格中 我们详细地列举了一些身体问题 和平时生活作息 饮食习惯 您可以按照上面的选项来回答 回答好后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得分和对应的答案